8月31号11点20分 青岛市气象台将暴雨黄色预警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 全市出现暴雨 局部地区大暴雨 青岛九处海水浴场全部紧急关闭 劳山风景区也全线关闭 网友拍摄的影片显示 劳山景区的洪水急泄而下 路边的餐馆严重淹水 青岛市内的许多街道也变成一片汪洋 大量汽车泡在水中 除青岛外山东的围坊 烟台围海日照等地都出现大暴雨 预计此次持续降雨将于9月2号结束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